按一下图片可以播放它上面的视频 我可以再找一个项目 按一下上面的图片 同样的会播放视频 现在这个页面上会同时播放两个视频 这里我想改进一下 让这个同一页面同时只能够播放一个视频 打开这个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在这个页面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CurrentVid 先让它等于Now 然后再添加一个CurrentVideo 它的值也可以先让它等于Now 再改造一下这个Play方法 下面我可以用一下This的Set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CurrentVideo 对应的值呢 就是我们上面用这个WXCreateVideoContext 创建的这个东西 然后再把这个CurrentVid 设置成InventTargetDataset下面的Vid 就是当前被按的那个图像上面的 DataVid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值跟上面的这个视频上面的ID是一样的 每一回点了这个图片 我们都重新的去设置一下这个CurrentVid的值 在最上面我们可以再去判断一下 如果This的Data下面的CurrentVid不等于Now 我们就用一下ThisDataCurrentVideo的Pause这个方法 去停止播放视频 这里停止的就是上一个正在播放的视频 再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图片 会播放在上面的视频 再找一个图片 再按一下 同样会播放在上面的视频 不过这回呢 会停止之前播放的那个视频 现在呢 我们可以再去改进一下这个 股市里边的视图 先在Video的上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Hidden 然后它里面绑定一个判断 CurrentVid 不等于ItemID 如果当前播放的视频 不是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就去把这个视频组件隐藏起来 在这个Image组件的上面 我们也需要呢 再加上一个Hidden 旁边呢 就是CurrentVid 等于Item的ID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当前播放的视频 就是这个图片上面这个 就把这个图片隐藏起来 再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图片 然后会显示并且播放视频 按一下其他的图片 同样会播放视频 同时之前播放的那个视频呢 会停止 显示出它原来的那个图片封面